在畫面中可以看到幾名男子 幾乎是把宮廟當成射擊場 車輛當成遮蔽物 和另一派人馬相互射擊 隔空撥火將近十槍 馬上就帶你看一段現場情形 好那是可以聽到槍聲不斷的 事發就在15號晚上10點多 這兩方人馬一絲有衝突 選在台南北門去一處宮廟前進行交戰 那麼據瞭解原來當時一方人馬 似乎是朝著一旁的民宅方向開槍示威 那幕屋裡的人聽到的槍聲 也立刻衝出掏槍還擊 那麼這有如電影槍戰的場景 被民眾全部錄了下來 不過警方則是接獲到情資 才成立專案小組來漏夜追查 而現場也拉起了封鎖線 初步掌握可疑的車輛 至於背後的開槍原因 有人懷疑是和海光電廠利益有相關 不過警方稍微證實 目前也將持續調查釐清